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要探讨什么话题呢 今天想要和大家探讨空军做空还能不能继续做 那么空军所要承担的风险究竟是什么风险 那如果你想知道的话就把影片看到最后 那我们事不宜迟马上来看一下这个行情 那首先我们从这个顶点的位置 CPI这一支针上去了之后 下来然后拉了飞波拉机 那昨天确实蛮精准到达了飞波拉机之后 它有了一波下跌 那么这一波的下跌跌到了57,100多美金的这个位置 那讲真的这个位置来讲的话 它其实也是一个飞波618的位置 那么你会发现到上方的位置是0.618 下方的位置又是0.618 所以现阶段的行情正在走着什么样的情况 正在走着0.618的漩涡之中 那这个漩涡它有可能会这样子走 那最终方向会怎样出 我们就要等这个行情给我们知道 那以罗K的角度来讲的话 你去猜那个方向 你最多只能讲说 现阶段的方向还没出来 你不能去做判断 那你有可能你去猜去赌它而已 那么往整体的四小时图来讲 有可能你就会讲说 这个底部底部太高 顶部顶部太高 可是顶部有两个位置已经到达了 就是这两个位置 那就代表说 其实这个罗K的角度 底部底部太高的上涨趋势 它是成立的 只不过它的上涨的规律 有在缓缓的这个减落 那如果说我们从这个地方 连成一条趋势线的话 那接下来是否说 它没有办法再突破前高点之后 那它就会往下跌 那这个时候 我们要去判断说 它究竟是不是真的要涨上去 还是真的要跌下来的 其实这个时候就需要用到MACD 那MACD就会告诉我们 它真正要上还是要下的这个动能 所以说今天你往罗K的角度 你单纯去看的话 始终还是很有毒的成分在 那如果你以罗K的角度的话 有可能就会比较好一点点 那么罗K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说 目前此时此刻的抽线来讲的话 它是有空间的 那再加上说 四天的图已经破了 不断在四天的彩虹蓝色线的位置 进行纠缠 那么往天图的角度来讲的话 它是已经下来的 可是天图有想回拉上来 那它要回拉的话 它一定要经过至少是8小时 那因为之前的行情 是动到了8小时之后 然后跌了下来 那以这个角度来讲 今天要分享的这个主题就是 空军还能不能布局空军 那么空军所要承担的风险是什么 就是这个8小时 因为此时此刻的8小时来讲的话 如果说它走一个抵背离上海的话 那大概率行情会去到 12小时到天图的这个区间 那么12小时到天图的区间呢 我们是可以看到说呢 它大概是6万美金到这个6万2千美金的这个区间 那你不要以为比特币的6万美金到6万2千美金的距离是很大的 其实往这个图表一拉的话呢 它是4%以下的这个距离而已 那比特币一天上下3%到5%呢 有时候都是处在于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情况 所以有行情的时候呢 4%真的不算什么 所以这一点大家一定要知道 那比特币它是因为它的价格大了 所以你会觉得说上下两三千点好像很多 其实是不多的好不好 所以呢 往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呢 这个空军所要承担的风险呢 就是8小时的这个位置 它突破蓝色线 一旦8小时突破上去蓝色线的话呢 那空军就会节节败退哦 所以空军一定要小心的位置呢 就是5万9千两百美金的这个地方 那么呢 往4小时图来看的话呢 基本上呢 都是没有什么东西好看的 那基本上呢 对于我来讲呢 当下会更加关注的是8小时的行情走势 那以更小的图形来看的话呢 基本上呢 以现阶段呢 只能看待的是30分钟 那30分钟来讲呢 它这个地方呢 是呈现一个顶背里的一个情况 所以呢 它是有一个可能性 它是会有往下跌的这个概率了 那么如果说 周末你要关注这个行情走势的话呢 我个人会建议你呢 是看的是30分钟 那么30分钟呢 目前的情况是顶背里 那如果它接下来跌穿下来的话呢 它有可能就会有一波的下跌 那么8小时的反弹 究竟是否说呢 它会真正进行反弹上去呢 那如果说它反弹不上去的话呢 就有可能就会往下跌 那这个时候呢 我个人就会偏向于关注的是8小时的上方的压制位 59,200美金 只要不破的话呢 当下还是可以布局做空单 那只要破上去的话呢 空单就要做止损 这个就是我对当下比特币的 这个空单布局的这个观点哦 那么在以整体的大方向来讲的话呢 将真的比特币呢 我个人还是蛮尖禁 它是会去到周线的这个时间级别了 那么周线的时间级别来讲的话呢 它真的跌下来的话呢 它的位置会去到五万一千美金的这个地方哦 目前有五万八千 五万八千到五万一千来讲的话呢 它是有利润空间的好不好 那如果说呢 你还没有加入我们的社区的话呢 在这边欢迎你加入我们的社区 除此之外呢 你还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这个Telegram 这个飞机免费的这个群组哦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会提供很多这个市场的新消息 还有一些盘面 那当下的行情究竟是怎样 都会在这边进行更新给你哦 那还没有加入的 赶快点击下方的链接赶快加入我们 那非常感谢你呢 把影片告知有那么记得来订阅我 关注我并且打开小铃铛 最后的最后呢 再给一个广告 就是还没有报名我们的线上课 还没有报名我们的两天线下课的兄弟姐妹们呢 在这边也是欢迎你赶快来报名 我们明天见 拜拜 拜拜 拜拜